按摩 压下来啊 首先看一下烫板这个地方是有点不平的 然后我来教你们怎么样去把它调平 首先把下面这个螺丝把它扭松 然后上面这个螺丝需要两个扳手 然后反方向把它扭松 如果是说这边的话 不贴合烫板的话就需要把上面这个螺丝 逆时针把它扭松 上面这个螺丝逆时针扭松 有大概一圈的样子 一到半圈 一到半圈的样子 然后再压下来看一下 还是有一点不平 那么我们就再松一点 再松个半圈 到一圈的样子 再压下来看一下 好,我们还需要调一点点 还需要调一点点 还需要调一点点 对,再松一点 好,现在可以了 就是我们是哪一边高了 就松哪一边的这一个螺丝 然后再把它固定就可以了 原理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螺丝把它固定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螺丝把它固定 现在我们就已经调好了 好,另外我教大家一个测试 有没有调平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拿一张纸 再四个角压下来的时候 再同时拉住这张纸 如果是说要用一点力 这个地方就平了 然后再压另外一个角 用一点力才能拉出来的话 就证明这个地方已经是贴合了 大家看到这四个角都能 都能